BBM Mac Hello 我是魔幻球王 在我家的BBN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一道網路排隊的年節點心 董事長 福桂糕 聽說這個是郭董最愛的年糕 去年過年吃到的時候 口感真的讓我蠻驚艷的 它是一款買來直接冷吃的年糕 口感非常的軟糯好吃 一般的传统年糕冷的时候一定是非常硬的 要透过加热才可以柔软 福贵糕为什么冷吃还这么柔软Q弹 今天就要为大家破解 立马来准备所有材料的部分 首先就是带有香气的核桃 核桃跟胡桃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想用胡桃来取代核桃 也不是不可以 就看大家方便取得哪种材料 我们先把核桃剥碎或是搅碎 我个人觉得是不用太碎了 大概就是带点颗粒有口感会比较好吃 这个就放一旁备用 糯米粉的部分你可以买市售的 或是把原糯米洗干净 晒干 然后用破皮型的调理剂打成细粉 接下来用电锅蒸一下麦芽糖 比较好挖取需要的份量 因为今天这个麦芽糖是重点 份量要测量精准不能大概 然后尽量买纯一点的麦芽糖 不要买调和麦芽糖 我试过用调和麦芽糖来做 也是可以啦 不过效果比较差一点 这个食谱呢 很重要的是用到了麦芽糖 麦芽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延缓淀粉的老化 这也是这款年糕冷吃 还非常软Q的原因 原本的食谱呢 是用到红糖来搭配 但我知道很多朋友很喜欢黑糖 所以你也可以把红糖的三分之一用黑糖取代 那我是用永基的红冰糖 因为原始的版本呢 是用到红糖搭配麦芽糖 想要颜色比较像原始版本的 要用红糖搭配麦芽糖 但是如果喜欢黑糖的香气 就可以把三分之一的红糖 用黑糖取代 我们先来制作糖水 把配方中的清水 加入红糖或是黑糖 或是两个都加 接着加入麦芽糖 开中大火加热 不用加热到滚沸 大概就是糖化掉就可以 温度大概是摄氏50到60度 最主要就是要把糖的颗粒 跟浓稠的麦芽糖给融化掉 要稍微有点温度 麦芽糖才可以轻松融化 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 加入桂圆肝 原则上就是稍微的 把桂圆肝给泡软泡开 桂圆肝就是龙眼肝 因为平常存放在冰箱当中 温度比较低 容易结团 就是让它们软化 分开就可以 接着我们过筛糯米粉 直接筛入糖水里面 不用等糖水放凉 可以直接把糯米粉筛入 有温度的糖水当中 是没有问题的 接着倒入碎核桃 然后用刮刀翻拌均匀 翻拌到没有任何的粉粒残留 成为一个比较浓稠的面糊状态 因为这个面糊的密度非常的高 蒸的时间要比传统的年糕再加倍 我们在想要运用的模具当中铺上烘焙纸 你可以运用自己喜欢的任何模具 然后在烘焙纸当中涂或喷上食用油 才会比较好脱模 因为每个人使用的模具厚度大小不一样 记得如果年糕厚度超过两公分 蒸的时间超过两小时是一定要的 如果你有电子压力锅或是万用蹲锅 可以里面加水架上蒸架 蹲蒸至少60到90分钟 不过还是要依据你的年糕厚度来调整时间 厚度越高的时间就要越久 蒸年糕一定要一气喝成 不能中途中断哦 一旦没有蒸透 想要回蒸就很难蒸透了 所以水量一定要够一次蒸透 如果是运用瓦斯炉来蒸 一公分的面糊请蒸足一小时 两公分两小时 三公分三小时 以此类推 千万不要中途中断 如果还没蒸熟 冷却了再回蒸就很难再蒸熟蒸透了 中途如果水量不够的时候 可以再补热水继续蒸 如果想要用特殊形状的模具 来做造型的年糕也可以哦 在矽胶模具当中呢 喷上适当的食用油 然后均匀的涂抹一下模具的各个角落 这样等一下脱模的时候才会漂亮 然后料理手套上沾点油 抓取面团 可以完全不粘黏 非常好操作 就把面团按压填入模具当中就可以 这个过程呢也可以请你小朋友或是老公来帮忙 很有趣 不管是哪种模具形状 填入的原理都相同 尽量按压按紧哦 脱模出来的花纹呢才会清楚漂亮 然后记得不要过度满膜 否则会爆浆 接下来就是把它们送进蒸炉 或是用水蒸法来蒸了 刚才说过这个年糕的密度高 蒸的时间要比传统加倍 一公分的厚度要蒸一小时 两公分两小时 以此类推 我这个模具大概有两公分的厚度 所以用蒸炉蒸约两小时 如果用瓦斯炉直火水蒸 也大约是两小时 因为电子压力锅可以减少一半的时间 所以这个大概三公分高的年糕 电子压力锅蒸一个半小时就可以 蒸好放凉完全冷却之后呢 其实就可以食用 冷却放凉之后呢 如果发现还是过软的话 有可能是用到了调和麦芽不够纯 补救的方法就是放到冷冻室一整天 退冰回温之后 口感就会变得Q然好吃 也可以在半冻的状况下来脱模 很好脱模 然后拜托 不要跟我说这是弹土鱼或娃娃鱼 还有人说它是水质啦 阿玛拜托耶 这个数年能有余的鲤鱼呢 不过小声说真的有点像水质 好那赶快来看花 花比较正常 这个矽胶造型模呢 比较难脱模的漂亮 记得呢最好放入冷冻室冷冻之后 在比较硬的状态下脱模 之后再放室温回温软化 就可以脱模的很漂亮啰 这个是蒸完冷却以后的质地 非常的Q弹柔软 如果觉得还是太湿软 记得放入冰箱冷冻室冷冻一天 口感就会变得刚刚好 这款年糕呢比较Q软容易粘粘 可以在刀上抹上些许的油再来分割 或是用剪刀把年糕剪成块状来食用 也是可以 绝对不要放冷藏或是加热解冻 会影响年糕的质地跟风味哦 自己做的没有防腐剂 还是要尽早吃完 拍片因为时间紧凑的关系 我的年糕中心呢 还没有完全放凉就分割 中心还是有部分过度湿软的状态 这个只要放进冷冻室一整天 过度湿软的状态就可以解决 但是记得冷冻的年糕呢 要吃的时候还是要放到常温 回温两到三个小时 脆冰 恢复年糕的Q软口感 就可以食用了 祝大家今年福气又富贵 年年有余哦 同厂佳饮 热压福贵糕 我用小V的松饼机来制作 模具喷或涂上些许的食用油 把年糕放上烤盘 热压6到10分钟 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酥脆效果 拉长时间 完全不需要油炸或是裹面糊 混沌皮 直接热压就可以外酥内软 非常非常好吃 强烈推荐有松饼机的朋友 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热压年糕 真的super好吃 还可以把热压好的年糕放入甜汤里面哦 看看这个酥脆的效果 比单吃蒸过的年糕还要好吃10倍 好了好了 好吃10倍有点夸张 好吃两倍可以吧 这个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咯 如果喜欢别忘了按赞留言加分享 这些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生活分享毫无推荐 欢迎加入我的IGGETFB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这些影片咯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